骄傲!华为顺利拿到5G认证,全球首张。 很多人应该都喜欢用华为手机吧,毕竟华为手机在国产手机中算是很好的了,而且质量方面也是很好的,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产品。 这次华为官方宣布一个非常好的消息,华为经过好几轮的检测和评估,今年已经顺利通过欧盟专业认证机构的认证,而且获得了全球首张5G产品的证书,对于华为来说,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了。 图片来源,每日经济网。 目前的华为的5G产品还没有完全进行商用,但不久之后就会开始进行大规模商用,以后在不久的将来,华为的5G将彻底的推广,到时候的华为手机可能会成为销售最大的冠军。 图片来源,IT之家。 对于5G的概念,在这个技术爆炸的时代,5G已经见怪不怪了,而且国家的工信部门已经开始慢慢地推广5G这个概念,计划在五年内进行全面实行。 这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无疑是重大利好。 对于华为这次拿到5G这个证书,华为方面认为,在华为目前的财报显示,运营商业务收入为2978亿元人民币,同比增长2.5%,相比去年的23.6%明显下滑。 而企业业务在华为三大业务板块之中增长速度最快,这说明在目前5G的前景还未知的情况下,华为主要的增长业务还是在企业业务上面,对于5G的继续探索还在不确定的状态下。 不过不管华为还有没有5G的证书,华为依然是个很强劲的公司,还是有不少的机会等待华为挖掘。 图片来源,飞向网 图片来源,华为官网 目前的手机行业对5G的推广一直都很看好,这次华为拿到了5G的证书, 对于其他手机来说确实存在著危机感,不过这也能到逼国产手机的转型升级, 所以说这次的5G证书的颁发对手机行业还是有好处的,挺支持这样的做法,相信以后的5G会发展得更好。 新一代手机移动晶片已经快要发布,据说性能全面升级。 现在的技术已经升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,不同的技术研发真的能带起一波又一波的手机更新换代。 据说,现在随着高通骁龙845手机的上市,华为也开始研发新一代的晶片。 这款晶片,据网友透露说,这是采用自主架构的GPU,而且工艺做得很好,这几项功能据说可以彻底击败骁龙845,这个消息对于华为产品的发烧友真的是个好消息。 图片来源,百度。 这次发布新一代移动晶片的是华为Mate 11,华为Mate 10当时是首发了麒麟970处理器,而且根据目前的消息称,华为发布的新一代移动晶片麒麟980早在去年就已经流片成功,而且会将率先采用台积电器纳米工艺。 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第一页。第二页。